断出什么 之间 你对于整个宇宙 对于人生 种种的看法 无论是正确的 还是虚伪的 统统放下 为什么 正确跟虚伪是相对的 有正确就有虚伪 有虚伪才有正确 所以正确 正确的也不好 两边都不要好了 这句话的意思很深 所以佛法给我们讲 什么念头最好 没有念头最好 不论是善念是悟念 都不好 善念 感应的三三道 悟念 感应的三我道 啊 有你感应的 受法级 无你 才能到佛道 吉洛世纪 是阿弥陀佛的家园 那个家园里面的人 没念头 那个家园里面的人 没有像我们这这么多人的看法 想法 没有 他们有看法 也没想法 心地清净 平等 救 救而不明 这是我们要学的 那出办事怎么办呢 办事智慧 别人来问你的时候 你回答的是智慧 不是说我想一想啊 我怎么得接到你 不是 没有 自信回答 回应 不需要想 一想 就落在意识去了 就不是 清净 平等 清净 平等 就是真心 它是一体 三个阶层 情净 是你粗德 应付这个世界 足够了 在六道轮回里头 你没有不同它的 平等 是菩萨 不再次流到里头 再是法界 四身法界 如果绝了 大车大物 明星见线 超越 是法界 不但超越轮回 还超越 是法界 到一阵法界去 一阵法界 就是法身不死 我们不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你不肯放下了 你还老是留念住 你不知道那一念的心 那一念的造作 是障碍 那对我们没有真正的好处 好处都是意识的 短暂的 不是真的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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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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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